朋友们大家好 经常会有朋友问我 去朝鲜旅游做高丽航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今天呢 我带大家去感受一次 走 就这么快 我们登机了 这个飞机的尾部啊 有一个明显的标识 朝鲜的国旗 高丽航空啊 它是朝鲜唯一的一家航空公司 1955年成立的 现在是人民军管理 包括飞行员呢 都是现役的军人 朝鲜的空姐啊 特别漂亮 我们马上就要看到了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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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客舱两侧中 有出口标志的八个印记出口 在朝鲜呢 只有两个职业可以穿短裙 那么一个是空姐 另外的一个职业 大家猜吧 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 我给大家听一段高丽航空的歌吧 这是我目前为止 吃过最好的 高丽航空的河饭 真的是非常棒 大家看到的是鸭鲁江的陆海口 上侧呢 是新一州 下一侧呢 是我们辽宁的丹东 过了这条江呢 就到了朝鲜了 从沈阳起飞啊 到平啊 一个小时 其实高丽航空呢 我的感受呢 就是45度 直入元宵 特别刺激 国内呢 只有沈阳和北京 是定期的航班 国外呢 只有俄罗斯的海参碗 国内的包机呢 上海啊 济南啊 还有大连等等 也有很多的城市 有这种包机的服务 如果开关以后呢 大家有想去朝鲜游玩的话 可以乘坐高丽航空体验一次 感谢朋友们的关注 点赞与评论 谢谢大家 下期再见